镜头转到香港 香港有充足的新冠疫苗 但是民众对打针还是存观望的态度 至今只打了308万剂 完成两剂的比率只有18% 商界为了鼓励民众打针 是纷纷送出大奖 至今的奖金还有奖品总值 已经超过6亿多台币 以下是来自香港的报道 新冠疫情下 香港即去年发1万港元现金之后 暑假也会发大约1万8千台币的电子消费券纾困 而商界为了鼓励民众接种疫苗 也纷纷推出奖金奖品 总值已超过6亿4千万台币 最大涨3800万的13坪豪宅 首天12小时就有45万人登记摸彩 民众除了可以自行上网登记之外 也可以来到多家这样子的登记站 需要什么资料呢 需要你的香港电话号码和身份领号码就可以了 预备打 抽奖有没有关系呢 应该有 有 为什么呢 有吸引力嘛 而其他包括富商李嘉诚送出2千万港元礼圈 最大涨约1千8百万台币 可以买电器及房屋等 其他奖品可以说包裸衣食住行 有来回各地机票 价值1千4百万打邮轮全年通行证 三辆宾室汽车 地铁全年使用车票 主题乐园门票等 打针送大掌消息公布之后 预约打针人数增加了7成 除了61的吸引力之外 放宽借重年龄也是原因之一 以上是驻香港记者李景华的报道